天有不测风云,人有担心祸福,常在河边走脑有不适邪,这话用在混迹娱乐圈多年的人身上最为恰当不过,因为他们都知道里头的水有多么深,有多么浑,数好数坏,心知肚明,而对于范冰冰而言,施邪的次数,还真要比同等咖啡的明星多得多,到底是不是人红是非多? 我觉得这话顶多也只能算是个安慰话,圈外人不知情对一对也就罢了,可让圈内人计二连三的去对,这就有点夸张离谱了,比如说张自宜的裸进烧小山,在今年二月份的时候,公开录对范冰冰与多明导也一同亲密洗脚,画面肮脏不堪,同时还斥责他根本不配嫁给李晨做老婆,这不说还好,一说立即点爆了话题, 瞬间引起了外界广泛的关注与任意,后来,范冰冰工作室发布了严正声明,一是一被报将少少山交给了李氏事务所全权处理,并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,当时看到声明之后的少少山,立马认识以酒喝多为由,公开向范冰冰道歉,并且表示已经删除设事微博, 诚心向公众和粉丝求的理解和谅解,那个时候,我记得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件事情,有人说烧小山是在自我炒作,借采发冰冰的名头,来提高自己的曝光率和话题度, 而我们都知道这么一个道理,错误办了一次姑且能更为原谅,可是同样的错误再办一次,那就是别有目的了,这部,烧小山再次通过微博,讲述了自己身处演艺圈,那段不开挥手的往事, 在他表述内容中可以看出,叫上一次短冰箱街市的倾销,这一次完全是长枪大炮市的炮轰,不仅重提了范冰冰洗脚仪式,还透露自己已经非常对得住范冰冰了,为了保护她的名声和口碑,硬是任熬了有十年的时间,其中就提到了范冰冰的亲弟弟范成成,还有范冰冰是否整过容,言外之意就很明显了, 按照正常逻辑去思考她的这段话,真心不怕火炼,何必需要去保护亲弟弟的身份以及是否整过容呢? 那么问题就显而易见了,各位自己去想吧,不过让我觉得好奇的就是,少小山对李成是非常坚决且信任的,总感觉有一种情敌相见分外眼红的味道,老是不停的在强调自己跟李成拍过戏, 知道她的背景和人品,从而本次范冰冰不配跟李成在一起,但是问题就来了,洗脚到底是怎么洗,显然在公众眼里不重要了, 重要的是范冰冰身份到底是烟和原因,让少小山保护了整整有十年的时间,我想这才是重点。